嗨,大家好,我叫Elina,我是俄罗斯人,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俄文的日常用语 如果你们在俄罗斯买俄罗斯,这些字对你们一定会有帮助 对了,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非常欢迎订阅一下 在下面,我们就开始 你们如果看到一个门,门上有这些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的俄文字就是 вход,意思是入口 出口呢, выход 如果在门上看到这两个字, запасной выход,意思是太平门 这两个字呢,我念一下, вход, воспрещен 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禁止入内 好吧,下一个,如果看到这两个字 Justness, Sobstiness,意思就是私有财产 如果在门上看到这个字, от себя, от себя 意思是退 如果看到这种的,那是拉的意思 好吧,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Открыто,意思是开门 关门呢, закрыто 如果在墙壁上看到这种的, не курить 意思是什么? 请无吸烟 好吧,现在我问你们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 大家都应该知道,对吗? 这是 toilet, 厕所的意思 那如果我们上面有什么图片,只有字幕 怎么分哪一个是男的,哪一个是女的,知不知道? 这种的, M 这个字幕,代表男生的 因为俄文的男生就是 мужчина 从 M 这个字幕开始 请问你们喜不喜欢这种的影片,对你们有没有帮助 如果有,请给我一个赞 也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就在下个影片见 拜拜 by bwd6